928 看到这个unlack很明显是一个机械词的一档状语啊 意思是说不像是这种对于其他区域的天气模式的一个证据啊 那如果一所写的话这个主句主语呢是线索 这个线索对应证据没问题啊 这个线索呢系统词式表现是不存在 所以A呢可以先保留咱们再看B啊 B也一样说不像这个证据 然后这里面的主语变成的north pole 这很明显是一个地点呢 地点不能跟证据去unlack吧 所以这肯定不对啊 后面说没有提供这很多证据 这没问题啊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啊 这是英语啊 这是动词是吧 这没问题 但是前面这个对比对象是不对的啊 那看C的话 一样是close啊 这个没问题 后面是to the past climate 这是定语啊 修饰close的 后面是of the north pole 也是定语修饰climates的 然后系统词当也在 因为发现呢 AC两个选项主干形式是一样的 都是说这个线索是不存在的 但是啊 在A里面 north pole 和这个past climates 都是做定语啊 分别做定语来修饰close 而在C里面呢 这两个定语 climates修饰close没问题 但这个north pole 它是修饰climates的 而A里面north pole 它是修饰close的 你要看 在逻辑上啊 肯定是这个地区的过去的气候的线索吧 换句话说 这个地区应该修饰气候 气候应该修饰线索啊 这三是这个关系 而A里面把关系打乱了 它变成这个地区和climates是分别修饰close了 那这climates是哪的 它没说 只是说这个地方的线索啊 是关于过去的气候 可能是过去全地区气候 这有可能 那这个关系肯定不对啊 应该是区域修饰气候 气候修饰线索啊 所以C是对的 A是不对的 再看4D D的话 Dirb巨型肯定跟这个比较对象是没法比了 所以D肯定不对 E的话呢 主语是climates 这也不对啊 气候不能跟证据比 所以答案是C选项 这个题呢 实际比较简单 只有A跟C有难度啊 你需要搞清楚 它这个三个词 这个地点 线索和气候 这三个什么关系啊 它通过不同的成分来表达的